第一個角色是180 第二個角色是150 那第三個角色是120 公瞎三小時才450 我六星再見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去哪裡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台南 那這間調查廠呢 其實是非常多人 不管有好的啦 有壞的啦 都有人一直叫我來 那我覺得說大家既然都想要 都一直叫我來這邊熱一下 那我就來熱一下給大家看 就算兩個小時掉兩隻 我也覺得無所謂 但是其實我在很久很久之前 大概三四年前吧 就曾經來過這間調查廠一次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那一次的成績 我那一次一樣是釣兩個小時 第一個小時呢 打龜 因為第一個小時釣天平 那第二個小時我換成長短鉤之後呢 釣了三隻 然後那部影片沒有上 那部影片沒有上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來到這邊 其實這一間真的是 挑戰性非常高的一間釣竿場 就是台南的大家樂釣竿場 相信在台南的當地的釣友們 對這間釣竿場一定不陌生 那我今天就來玩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來繞 不是啦 不是 絕對不是說來繞賽 好不好 絕對是來這邊體驗一下 再來挑戰一下這邊的公蝦池 因為這邊聽說之前就是公蝦 純公蝦池 然後放蝦量 真的是就是價錢多少 就是放蝦量到多少 你想講什麼 讚啦 走 進去 GO 大家今天是禮拜二的下午5點25分 現在這邊沒有位置 其實我看一下它的釣竿場的價錢 真的是很厲害 第一個小時是180 第二個小時是150 那第三個小時是120 這樣換算下來三個小時多少錢 一 二 三 四 450 公蝦三小時才450 然後後面每個小時都是120 超便宜 那我在這邊 如果釣24小時 比在桃園釣我們現在還便宜 那我們下次24小時挑戰就這裡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亂講話 蛤 我不想拍24小時 為什麼 無聊 你要體驗一下 那如果我們在桃園拍24小時 然後釣八間釣到場這樣 是不用啦 蛤 是不用啦 那蠻好玩的啊 沒有人要看 沒有人要看 有要看再幫我底下打嘉義好不好 那現在因為現場沒有位置 我們就 坐一下 等一下位置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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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場有些釣客 就是違反規定這樣 所以不要給大家看 我們在心 你知我知就好 OK 我們待會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運氣非常好 等到這個 腳位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 我今天 決定 要 用上次釣的比較好的這個長短溝 用這個 長短溝單一顆3.5號的 然後來這邊玩一下它的 風蝦池 它其實還蠻深的 所以這邊 長短溝有一種 都有無尺的線 不知道夠不夠 那麼深啊 好 因為他們現在誇到整點了 那我們就 先開單好了 開單先去幫我開單好了 好不好 哈哈 哎呀 我不見了 欸 喂 好不容易找到一隻 結果這個 這個真的是 來個空腔 這是我第二個號 你知道嗎 開湖啊 把刀的 找我嗎 你不知道哪個網子在哪裡 哪裡哪裡 辛辛苦苦一隻蝦 這種蝦子吃起來最甜美了 沒有吃 但是真的還蠻大隻的 有沒有大公蝦 老闆你說有沒有大公蝦 這個 這個有大公蝦嗎 賠一隻隻的大公蝦 大公啊 總算又蹭到一隻 目前是六個號三隻 還不錯 還行啊 但是它的這個水深喔 真的是 我真的是有點疲勞 所以我現在稍微是小拖 小拖 給它用個拖一公分 還沒吃耶 我用秤的就打到雷達板 我剛剛用秤的把它秤到重量 把它提起來 我覺得這個收費的價錢真的是很便宜 而且剛才 剛才在六點四十分的時候 它還有再放一次蝦 然後 剛才七點又再放一次蝦 是七點吧 對 七點又再放一次蝦 但是它放蝦的方式 我們看不太到說 它放多少蝦 因為它就是從 他們裡面那邊 然後 拿一個網子裝蝦子 然後出來之後 直接插進去水裡面 所以看不太到說 它放多少蝦 所以它的實際的放蝦量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今天蝦子真的體型還不錯 抽了抽了 抽了 抽了 可可可你拿一下 有沒有大隻 我好 好久好久沒有掉長短溝了 那 偶爾玩一下還不錯 而且 我還記得喔 我還欠大家一集這個 長標長短溝 我們會再找時間拍 好不好 目前 七個號四隻 來我剛才問一下我這個隔壁的釣油 我剛才說我今天兩個小時釣四隻 而且我兩個小時只有八個號 來 這個大哥你剛才說 這邊一個小時幾隻 一個小時兩隻就會幾個了 真的 一個小時兩隻 一個小時兩隻就幾個了 所以我今天這樣算 我今天這樣算 剛好合格這樣 對還可以啦 而且你們這邊這個 我之前 之前來釣的時候 我發現 你們這邊其實還蠻多人會用天餅 對啊 很多人用天餅 但是 這邊水深這樣子 你們釣天餅 會不會比較 痾 會有困擾這樣子 就習慣的問題吧 每個人釣法不一樣 所以你們這邊釣天餅 基本上就是 兩溝都飄還是都拖咧 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吧 有些人喜歡釣飄 有些人喜歡釣飄 吃哈密瓜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哈密瓜有一種哈味 了解 感謝 感謝謝謝 OK 好啦我們現在回到換點 那 稍微做一下這間大家樂 這個我個人的小便 第一點喔 我覺得它有一個小小的停車場 就是還蠻方便的 那雖然它是在這個 小巷弄裡面 但是我覺得還好 不算難找 基本上不太 因為他們外面那條路 好像就是那個什麼 中正南路 算是他們台南有康 這邊比較大條路 然後外面這邊 他們釣法場外面這邊 附近也有非常近的這個釣具點 像這個 盧小小釣具啊 然後百泉釣具 這些都是他們 離這間釣法場 比較近的釣具點 那我覺得交通部分 我就是給這個四個型 算 我整體現在感受還開 就還不錯這樣 那第二個 它的 價量跟它的開單的價錢 這個地方呢 我可能 要有一點保留 因為它的 大家我剛才誠入 我剛才前面影片 一開始就說到 它的價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你居然只要450塊 然後 後面第三個小時過後 你從第四個小時開始算 每個小時都是120塊 那等於你釣 六個小時公瞎的話 才810塊 你在這個地方 掉六個小時 我們 他們 桃園的地區公瞎 是 沒辦法釣三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時候 我跟大家說 就是價錢 就是反映在 下量上面 我覺得這是非常 非常 很多人如果 北部的釣游有來南部釣過 或是 南部的釣游有到北部釣過的話 應該是 非常能夠 感受到我這句話 是非常實在的 好不好 所以 下量跟價錢的部分 因為它放下的方式 我們 它放下真的是 太突然了 導致它放了三次蝦 我們攝影師都沒有抓到它放下的畫面 它放下真的是超快的 拿出來 就下去了 前前後後可能不到五秒 我們當我們看到 它拿蝦子出來要放的時候 當它放下去 我們快我們剛剛放下去 放太快了 而且它都是放下去才說放蝦 對 人家都是放蝦 拿著放 它是放完了 往事拿起來放起來 而且 它有一點我覺得說 是 因為它都在 同一個地方放蝦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 它三次放蝦要放同一個地方 然後 這樣子它都在同一個短邊 這樣放 會不會對 因為我剛好是做離它最遠的那一邊 我剛好是做離放蝦的位置最遠的那一邊 那 其實我覺得說放蝦 你要嘛就是用水桶 像我們北部嘛 用水桶 基本上它都會盡量把蝦子 給客人看之後 它把它分成兩桶 甚至分成三桶 到平均倒在池子的各個地方 這樣子其實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是它這個放蝦這樣子 它放了三次啦 我都看不出來它到底是放多少蝦 所以蝦量跟價錢的部分 我就給一個比較中規中矩 就是3.5顆星好了 因為真的是太便宜了 但是我又看不清楚它到底是放多少蝦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一定有人在這邊釣得很好 像我那時候剛才 我們釣完了 然後我看一下我們youtube影片的留言 才有一位觀眾說 在這間釣牙場要坐中間的位置會比較好 但是 我三年前來的時候 他們是跟我 當地的釣友是跟我說 坐角落會比較好 所以有時候這個位置真的是會換來換去 好不好 最後一點是它這個環境跟它下場的服務人員 我覺得它服務人員是還蠻 蠻願意會跟這個客人做互動的 你那時候不是說什麼 那個他說什麼 他跟我聊很多 對我看就去那個買單 要付錢 付個快五分鐘 對不對我們是第一次去 然後他居然會願意這樣子跟我們 這樣跟不認識 就是第一次比較新面孔的客人去聊天 我覺得這是對他們店很大的一個加分的地方 我覺得這間釣牙場我後面有再來台南的話 還是有空閒的時間 還是想再去玩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剛才原本打算這邊釣完之後 再接著去同國 結果同國間公休 禮拜二 好不好 那所以它釣牙場的這個環境跟工作人員 這個地方短 我真的是給到這個4.5顆星 我覺得真的是還不錯 那它整體的環境那時候 你不是說很像我們桃園的一間蝦場 對啊 那你覺得整體這樣感覺 裡面的環境氣氛感覺起來是如何 沒有到完美但是已經很棒了 對 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而且它東西的規劃都很清楚 還有標示很明確啦 網址啦 烤蝦在哪裡 廁所在哪裡 都很明確 它位置又很多 吃飯的地方 哇真的是超多的 那會很髒嗎 會很髒亂嗎 不會地方很乾淨 看不到煙蒂啊 說實在看不到煙蒂 對 基本上 看不到其他髒亂的地方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說 這地方我給到4.5顆星 那其實我覺得說 那以我這樣子 我過了三年再去這間雕像場 我覺得 其實沒有到像Google評價這樣子 我覺得是真的是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的一間下場 那我們有機會再來24小時 不講話是怎樣 蛤 蛤 我沒有聽到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各位拍